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一个错误 就是对佛不认识 佛是真正的大善的 世出世间低善的 没有比佛更善的 现在人不要佛 听到佛都讨厌 对什么有兴趣呢 对财色名利 对这个有兴趣 这个一提起来 哦我高兴得不得了 提起佛也讨厌 这是山沃颠倒啊 颠倒得太离谱了 啊我们非常侥幸的 差一点都搞错了 啊小时候父母叫我 啊拜佛拜菩萨 其实那个时候是迷信 我的父母对佛菩萨什么 不知道 啊但是足足相传啊 老祖宗都拜佛了 随着儿身见到佛还是拜 啊不知道是 那我们从小也跟着拜 以后进入学校念书了 老师告诉我们那是迷信 啊我们信入为主啊 迷信这个概念就很深了 对所有宗教都不愿意接触 啊对宗教产生误会啊 至少 十五年了 啊遇到方东梅先生 把宗教把佛教跟我讲清楚 我听清楚听明白了 这才知道错误 啊虽然知道错误 参观佛教寺院看到佛像 只行三句公里 拜不下去 看别人拜 磕头拜啊 我们的旁边笑 迷信 啊不知道自己 以为别人的信 啊真搞清楚搞明白了 那个时候我住在 参云法寺某棚里 参云法寺教舞 每一篇每一天呢 拜八拜拜 我冷啊实实拜佛 我拜了五个半月 啊 每一天每一缺少 每一天三百拜 啊这个八百拜 啊大概拜了十几万拜 五个半月 啊这是入佛门 第一堂功课 啊 秘宗将的 磕十万大头 啊 我们也拜了十万拜 啊 有没有好处啊 真有好处 恭敬心生起来了 真诚心生起来了 这都是意想不到的 啊真诚功心 要从拜佛里头 拜出来 你没有受过这个训练 你真有功课心 由至真诚心 出不来啊 什么东西出不来呢 就障碍 傲慢是障碍 好面子是障碍 这个障碍的时候 让你真诚功敬 去不来 那没有真诚功敬 对佛法入不进去 佛来教你都没有 那为什么听不进去 不能产生兴趣 那这是修复 最困难的一个关键 所以那个时候 我住毛棚 五个月 我非常感激 参与法司 他虽然什么都没教我 这十万败 我的礼了 要不是这个缘分 我不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 把这门功课 修完 那以后 我遇到 黎宾南老去死 这是学习尖教 基本的功夫 没有这个基本 学不到东西 他那个时候 办了一个佛修办 交奖金的 二十多个人 真正一生 奖金没中断的 是我一个人 其他的都没有了 什么原因 那些人 没有百十万 大败 他跟我比 就确实 所以 纵然有 古文的基础 也不行 这个十万败 都重要 我在台中 那段时期 学金教 老师建了个图书馆 我们在图书馆 建一个支援 管理员 我每天还保持三百百 每天早晨早起 拜三百百 大概要一个小时 养成习惯了 我现在 还拜福 每天是一个小时 做两次 一次半个小时 不计 这个拜 多少拜 不计 算时间 也是很好的运动 这帮助身体健康 所以 对一切 善心 喜 欢笑 善里面最重要的 帮助大众 破比 开悟 这是真善 帮助正法救助 帮助佛法的流通 我们这个一生 六十多年 落此不疲 有缘就走 没有缘就不做 没有缘就不做 什么地方有缘 在什么地方做 机会要掌握住 不能做苦 我们这个地方做 但是 我们这个地方做 做什么 不错